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 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 耶和华说 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主耶和华说 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 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 无人作声 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 是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 你们说 月朔几时过去 我们好卖粮 安息日几时过去 我们好摆开麦子 卖出用小生斗 收银用大等子 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 好用银子买贫寒人 用一双鞋换穷乏人 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 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 他们的一切行为 我必永远不忘 地岂不因这事震动 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 地壁全然向尼罗河涨起 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 主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使日头在五间落下 使地在白昼黑暗 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 歌曲变为哀歌 众人腰束麻布 头上光秃 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 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 第二节 他说 阿摩斯啊 你看见什么 我说 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 耶和华说 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阿摩斯看见夏天的果子 也就是收割 通常在圣经里讲到收割的时候 常常预表的就是审判的时候到了 所以阿摩斯这里说 结局到了 那么不再宽恕他们 也就是让我们看到 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有结局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 希望看到结局 谈恋爱最后也有一个结局 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有一个结局 其实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有一个结局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一生中间不管做什么事情 过程当然也是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结局是决定性的 因为到了最后我们发现 当结局是这样的时候 也就是一切都已经决定了 那么不管你过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到结局的时候都已经太迟了 很多的时候结局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乎 现在很多人不在乎想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其实根本都没有在想有结局这个问题 他只是一天一天的过 想干嘛就干嘛 但是没有想到当他意想不到的时候 那个结局来到的时候 通常都非常的后悔 或者就是收割非常痛苦的果子 其实这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如果能够先想到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结局的问题 那么或许我们今天做很多的决定 我们就会更多的谨慎 或者我们当我们想到 圣经是怎么样看待一个结局 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 重什么就是收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幸福的结局 其实我们必须要更多的 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 我们应当栽种什么 以至于当结局来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 是我们预期的 是我们自己所期待的结局 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思想结局 就造成我们 真的很多时候那个结局 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痛苦 或者这个结局根本不是我要的结局 很多时候想都没有想过 那么之所以会这样 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我们错过了神的恩典 我们错过了那个悔改的机会 就像以色列一样 所以神其实不断的给我们机会 但是人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 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了神的恩典 也错过了悔改的机会 以至于当结局来到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做什么 都已经是太迟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想结局 可是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问题 就像很多的人看到 这个教会有问题 那个弟兄有问题 别人的身上看到很多的问题 但我自己觉得 其实最重要的 恐怕不是别人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负责任的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够看见 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 因为当只有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够抓住机会 能够悔改 在结局还没有来之前 我们可以向神悔改 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 今天这个世代很多的时候 特别是我要提醒年轻人 很多的时候没有在想结局的问题 因为你根本不在意 还不在乎 但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个结局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 去看我们人生的结局 第五节 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 我们好卖粮 安息日几时过去 我们好摆开麦子 卖粗用小生斗 收银用大几子 用诡诈的天平 欺哄人 这里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百姓 他们怎么样的 多么渴望赚更多的钱 安息日还没有过去 他就很渴望 很渴望安息赶快过去 他可以做生意 他看到穷人 穷乏人就想要吞吃 用一双鞋就换了穷乏人 将坏的麦子卖给人 好像就看到 想着满脑子想的就是 如何能够赚更多的钱 不惜去压榨穷人 不公不义 甚至迫不及待 就是赶快聚会赶快结束 他满脑子想的 就是赚钱 那么神看见这些 以色列人的行为 神说要借着天灾 地震水灾 让他们悲哀 如上独子一样的悲哀 其实读圣经你会看见 神对社会上那些 在穷乏的人 跟弱势的人 上帝对他们 有一份很特别的关怀 那么神对一些 不公不义 这些富有满脑子 想要赚钱的人 去欺压贫穷的人 不公不义 神的审判 一定迟早会来到的 我想今天华伦的社会 我想不管是 全球华伦社会都一样 贫富差距是越拉 是越远的 有的时候看到一些 真的是有钱的人 他们有一种想法 他们认为说 不管这个世界 变得怎么样 重点是 我有钱就好了 我过我自己的 好日子就好了 我对一些贫穷跟弱势的人 最好不要接触到他们 反正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要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 在这个贫富差距的世代里面 我要维持我的竞争力 跟我更有钱 那至于贫穷的人 那不关我的事情 我过我的 他过他的 我想我今天可能要 我想很严肃的提醒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在教会 也常常提醒的 有钱人是没有办法 你只关心你自己 有钱这样继续过下去 而不去关心弱势的人的 因为你贫富的差距的结果的时候 如果你不去帮助那些有钱人 贫穷的人脱贫的话 最终好像圣经所说的 至终如痛苦的日子是一样的 这个所有的人都会陷进一个悲哀 跟痛苦如上长子这样的光景里头 我实在要鼓励那些真正你有钱的人 你不是自己越有钱是越好的 你应该去帮助那些弱势跟贫穷的 帮助他们脱贫 这样你才能够继续过 你有钱的好日子 所以你绝对不要认为你自己有钱 你就可以继续过你的好日子 对这个贫富差距跟弱势的人 视若无睹 我告诉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从圣经来看 你从历史来看 你都会发现 所以我希望是教会的 有钱人能有一个觉醒 你不可能你自己有钱就好 过你有钱的日子 而不去管那些贫穷弱势的人 我告诉你这样迟早是 大家都会同归于尽的 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所以我要鼓励的是 其实神非常看重一个有钱的人 如何对待那贫穷弱势的人 神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希望教会里面的有钱人 有钱人一定不要这样想 一定要想尽办法 钱不是越多越好 而是钱要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 这样我们才可以一同蒙福 我想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特别在今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代里面 对教会中间的有钱人 真的要发出警告 钱绝对不是越多越好 钱应该要去帮助那些弱势和贫穷的人 帮助他们脱贫 帮助他们找回竞争力 主啊 这才能是一个长久真正能够蒙福的道路 主耶稣我们求你提醒 也求你祝福 教会中的有权人 愿意更多的奉献跟关怀 贫穷弱势的人 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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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